大家好 现在是3月8号 妇女国际劳动节 今天做两个超短片 刚才做了一个 就是告诉你们神的存在 举了三个小例子 现在再告诉你们 那三个小例子 一个是悠潭婆罗花开 然后还有一个是 耶稣圣玛丽亚的雕像 在流泪这几年各处都有报道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是人民报 人民报 参与拼音点控人民报 你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大标题是 将 习将已达成协议 就是他俩啊 为什么习近平老夫 老夫老夫 审判江泽民啊 老夫器官活摘啊 这个 制止啊 丝毫作为一个人 普通的老百姓都要制止 他的子民 他的国民 这么多人 成千上万的人被器官活摘 他都不去制止 为什么 这个协议是私下的秘密的啊 他们经过核实确认是 没错 他的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吧 我这个事真是相信 嗯 这是他的 呃 讲话 嗯 这是 呃 这篇文章的全文 人民报消息 前些日子得到一些消息 一直在确认可靠性 今天才可以揭露出来 什么可靠性呢 就是说 说是透露 呃 也仅仅是习和江 非常大的 协议框架 为了保护 提供消息的人 非常具体的细节 还是不能说 现在啥事都得保护对方 啊 因为提供消息的人 有生命安全 还有其他 郭巴勒姨的这些 乌茶帽都被摘了 这咋办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 习近平的终身自在 与江泽民达成协议的情况 下才有可能实现 其中一个理由是 到目前为止 习近平还控制不了军队 原因是无法服众 习江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在不阻止习近平实行终身制的前提下 习近平确保江家 江氏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永久安全 你看他这几年 这五年确实是这样做的 一点都不碰他们家 他们家爱打折腾折腾 二 江天明的那几个亲信必须进入政治局 即常委会人大政协习 并且要保证这些人 退休后安全落地 确实他是这样保证的 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你看那个 他就是不要宣传打钱 傻子都知道宣传最厉害 比军队都厉害 他居然不去抓宣传 宣传给刘英山 这几年就是不破 你说他这几年的这些麻烦 不都是宣传口给他捣乱的吗 包括修宪那个 他还没说公布 人家都给你公布了 然后全世界的网络水军 来唾沫星的淹死你 这就是你一定要让他的人 进入这些重要 亲信进入重要部门 所以他这能保证习近平保党 不审判江志明 第三 江点名的党内仇敌的后代 不再提拔 比如说邓小平啊 什么什么什么 杨上坤啊 或者是陈希同啊 这些仇敌的后代都不提拔 现在还真是做到了啊 是不平反六四 这个是这六年来一点都没迹象 是真是真是做到了 所以你看那个谁一直都在说双关语嘛 陈小璐 所有的对六四方面人权方面的讲话 跟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啊 这几年做的脱口秀啊 你们到YouTube去看 全都是双关语 一提到这些都是双关语 五 五 只试图提人权和违宪 这俩就够了 在双关语的情况下 能提这俩真的在陈小鲁来说 就是已经做到 就是指这些都不对嘛 五 对法轮功的定性不变 透露暂时到这里 好 这就是 这篇文章 感人之处吧 还有一篇文章 非常感人 也就是告诉习近平和他的牧牧寮们 中国的教育部们 怎么教育孩子 看看国外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真的 文章不是那么慷慨激昂 是细流声 但是就是让人家救感到 真的是这么一回事 还有习近平大喝一声 不同意的举手 谁也不敢举手 全体通过 现在习近平采取这个玩法 也不错 那篇文章哪去了 给你们找到 那篇文章真的不错 就是一个教师级别的人 在海外 给人家讲周八皮的故事 海外学生那个存真 那个独立思考 给他噎住了 给他噎住了 给小学生 美国小学生讲半夜计较 结果令人震惊 这习近平就和这些中国的还为子孙万代着想的 还不相信5000年的传统文化被毁灭到啥份上的 这些人都读读这篇文章 咱们一起来读哈 然后中间咱们可以停下来拆解 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故事 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 是一点不陌生 不少中国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故事 一位中国奶奶到美国探亲时 住所旁就是一所小学 她的子孙女贵贵就在这所小学读一年级 这次 这位中国奶奶受邀到这所小学 讲故事 她和孙子女商量后决定讲高玉宝的半夜鸡叫 没想到 美国小孩子听完之后 竟然 嚷坐一锅舟 让这位中国奶奶大为震惊 文章内容如下 我在美国探亲时 住所旁就是一所小学 职孙女贵贵就在这所小学读一年级 一天贵贵给我带回一封信 说她们学校写给我们的 写给我的邀请函 请我在方便的时候 为该校一年级的美国孩子们 讲中国故事 我说 我不会说英文 贵贵她说 她可以当翻译 就她那孙女她说 我可以给你当翻译 我说那就试试看 可是讲什么 中国故事好呢 我和贵贵商量后 结果是 就是讲半夜鸡叫 那天两个班的一年级学生 都集中在一个教室里 几十个学生 几十个学生 有的坐在地板上 有的坐在书架子上 有的蹲在窗台上 在家中间处理 ont了个学生 因为之前有的 坐在那里头 几十个学生 在哲学面上